欢来啦,我是砖码 今天要和大家看一部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洁友谊的电影 《闺蜜室友》 男主阿森的人生本来超幸福 不仅有一个恋爱五年的女友 还有一个无话不谈 活泼好玩又性感的女闺蜜菲菲 这简直是所有男生的梦想 然而某天,打算一起同居的女友 突然以寻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她甩了 可是他们连房子都看好了呀 那怎么办 菲菲这个自身好闺蜜可不是白当的 她二话不说就决定顶替阿森前女友的位置 一起合租 不仅如此,为了让阿森忘掉过去 在合租第一天就和她约法三章 第一,不能偷看前女友的脸书 第二,不能再倒逼到前女友如鲁和甩掉自己 第三,不能回听前女友的语音留言信息 受到失恋暴击 已经失去理智的阿森当然同意 甚至发了毒誓 再也不相信爱情 以后有幸无爱 然后谈了五年以上的恋爱 突然分手就像是灵魂被抽出了大半 空了 有些事情总是说的简单 身体却有她自己的想法 虽然每天晚上阿森跟着菲菲到处跑吧 一起洗脑热物 和朋友一起喝得大醉 嗨到忘乎所以 可是白天却还是会躲在被窝 悄悄打开前女友的语音信息 一遍一遍地回听 甚至只要一个稍微亲密的语气词 她就能说服自己 前女友还是爱自己的 看着阿森这个样子 菲菲既担心又有点恨铁不成钢 只能亲自下场带她走出阴影 为了不让阿森空闲的时候都想起前女友 除了上班和睡觉 她们干什么都一起 一起买菜 一起吃饭 一起泡吧 阿森确实开心了不少 但是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 自从她被甩了之后 两个月以来 她再也没有对其他女人提起过兴趣 直败点来说 小阿森也有了小情绪 就算天天看着对面的房客上演多么激情的戏码 阿森内心都毫无波澜 甚至有点想笑 阿森对这件事倒不是十分上心 但是却吓着了飞飞 飞飞激动地摇晃着她的手臂候着 那说不准是病好嘛 长点心啊老铁 还表示一定要让小阿森起立 看着飞飞就快要动手了 阿森哭笑不得 赶紧把飞飞拖了去超市一起买菜 说来也奇怪 阿森天天泡巴都没和妹子对上眼 去超市买磕菜 却突然来了一场咽喻 本来阿森和飞飞好好地玩着 你抛火界的幼儿游戏 结果却发生了车祸 阿森一购物车撞向了一个短发美女朱莉 朱莉刚想骂人 却发现阿森是个帅哥 还不停道歉 也就作罢了 阿森呆呆地看朱莉离开的背影 眼睛都直了 这时候神主公飞飞就上线了 助公第一波言语刺激 飞飞在她旁边感叹了句 如果她是阿森的话 早就追上去了 助公二连 单身认证 她把阿森带到摄影台附近 看着朱莉买的东西开始分析 一杯泡面 一瓶可乐 绝对是单身 最后还来了个助公绝杀 暴力警告 看着阿森还在犹豫不决 飞飞挑了挑眉 直接拧开了一瓶酒 表示如果阿森不去搭讪 就让她在超市当场失声 在飞飞的鞭策下 阿森终于鼓起了勇气去和朱莉搭讪 搭讪的方式简直是夜界泥石流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阿森一上去 就开始了三段时论证 美女 垃圾食品吃多了会变丑 看着美女变丑 简直就是罪恶 为了不让罪恶发生 朱莉今晚应该跟她一起出去共度晚餐呀 可能是阿森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让朱莉觉得很有趣吧 反正阿森成功了 成功的一起吃了饭 一起洗了拜拜 以及一起来了场友谊赛 重新感受到心爱的阿森如获牺牲 她兴奋的跟飞飞在街边一起摇摆 飞飞也很替她高兴 因为她终于都跨过了前女友的那个坎 阿森没有跟飞飞说起和朱莉的恋情 在飞飞眼里 朱莉只是一个一夜情的对象 一方面是因为不想打脸 另一方面飞飞那么尽心尽力 希望自己不要再为情所困 结果自己倒好 一转头又扎进去了 更奇怪的是 阿森总觉得 如果飞飞和朱莉互相知道对方的存在的话 她就要面临二选一的困境 于是 阿森只能在飞飞和朱莉之间夹缝生存 看头还是一切顺利 飞飞觉得阿森的夜不归宿 不过是外出循环作乐 而且他们一开始也说好各自happy 完全没有毛病 飞飞也开始了自己的精彩夜生活 还挽起了三人心 阿森无时无刻都还害怕着后院起火 结果却没想到 究竟起火的居然是自己的老爸老妈 分居18年的爸妈 突然告知自己决定择日离婚 老妈更帅气 离婚之后转手就结婚 这对于阿森这个传统的小男生而言 冲击有点大 那就算了 老妈还转责了大量的财产给自己 又是离婚结婚 又是转移财产 到底怎么回事 老妈云淡风轻的解释 没事啊 有病而已 麻烦一旦开始了就吃了血脉一样 根本停不下来 不单单自己家里一团糟 阿森的后院也终于燃起了熊熊火焰 本来阿森晚上瞒着飞飞和朱莉一起做爱做的事 然后背着朱莉和飞飞深夜红趴 虽然是过着一人分事两绝的精分生活 但是总归是平静了 阿森甚至在生日那天准备来了假出差 同时避开两人 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他和朱莉激情吻别的画面 被赶来送车的飞飞撞了正着 飞飞懵得眼前一黑 他开始翻查阿森的脸书 没有放过阿森和朱莉的任何蛛丝马迹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对阿森的情感并非友情那么简单 等到阿森出差回家 他就迫不及待表明心计 希望和阿森深入了解 看着好友迫切的神情 阿森答应了 但是他们衣服都脱了 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即使飞飞是个辣妹 得罪女人的下场往往是很悲痛的 尤其是像飞姐这种 能动手绝对不动口 如果可以最好动口也动手 于是飞姐直接当着朱莉的面 说出了他们差点为爱鼓掌的事 拿起玩具枪 对着阿森就逼了一枪 感觉自己被绿的朱莉也补了一枪 阿森和朱莉当然凉了 好不容易找到真爱的阿森自然十分生气 直接冲回家 把和飞飞的友情也给砸了个稀巴烂 房子都给烧了才过瘾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阿森甚至不知道要去追回飞飞还是朱莉 每天都过得万分纠结 但是却丝毫没有进展 连好机友都看不下去了 告诉她 重要的是态度 无论是什么结果 都要告诉对方自己的想法 而不是一直躲在角落举步步前 阿森开始思考她 朱莉和飞飞三个人的关系 发现她一直把自己局限在二选一的困境里 其实闺蜜和恋人根本不冲突 是她一直隐瞒才会造成悲剧 她努力挽回和朱莉的感情 然后跟飞飞诚恳地表达了 想一直当好朋友的心情 飞飞也觉得自己之前太冲动 两人重归旧号 飞飞依然还是那个铁打的好友 依然还会为拯救她和朱莉的感情 触谋划策 依然会鼓励她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最终 朱莉也在他们的诚恳的表白下 接受了阿森的道歉和解释 所以男女之间到底有没有纯洁的友谊 我觉得有 但特别难 阿森和飞飞就像两块干燥的祸尸 一点就要着 想做朋友 让人就只有死死退守三八线 谁都不能往前约 但稳了几十年的板门店 今年都被来来回回夸了几次 男女之间要抵抗住与生俱来 基因编程好的吸引 难了 人力又如何抵抗得了自然 求留言 求弹幕 求留言 求弹幕 求分享 求关注 求分享 求关注 AAA conhe 美 不 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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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